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老師推車 看到柯P交車 是柯P先交車還是我先推車 應該是柯P先交車對不對 對對對 七美六 不是 CRV6代 好不好 CRV6代來了 本田的梅大新車 快到起了耶 我現在很怕他忽然又給我改款一個奧德賽 我就買不起了 照他價錢這樣一直往上搭 他如果再出個奧德賽我可能就買不起了 那我們跟家瑋哥一樣 家瑋哥開頭就說 我們又是最後一個拿到車的 我們又是最後一個上片的 因為我們這台車莫名其妙 其實很早就訂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交車期被延到那麼後面 阿呆你覺得有陰毛嗎 顏色吧 不是我們算很早就訂的耶 對啊 可是我有去問業務 也就是說沒有啦 你們不算早 我覺得是不是給我軟釘子 想說我們太初期 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銷售 看到11代以後 這個單子先往後 這個單子先往後 看到我們喜美11代的影片之後 我們單子可能被延後了 沒有這個開玩笑 個人猜測好不好 因為的確齁 我們這個 人家猜測都已經猜到不要不要了 所以我們真的 我在出國去意大利的期間才交車的 所以真的算是蠻後面的 我們去意大利之前已經看到路上有 六代的CRV在跑 我們都還沒有交車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一次有三個等級齁 不過這次的三個等級 跟5.5代的時候不太一樣 它是VTRS再來就是S 再來是Prestige 就是變成以前是S就最高規了嘛 那現在在S上面又加了一個Prestige 跟我們之前買HRV的時候 好像也是有這個等級對不對 然後喜美11代好像沒有用這個名字 因為喜美11代就是單一規格 這個價錢呢 105.9、117.9跟127.9 五代的S最貴的是113 它很聰明耶 以單就S這個型號來看 它只有漲四萬而已 對不對 因為六代的S是117.9嘛 但是其實呢 它只是把那個型號稍微NO一下 所以最頂級的變127.9 才沒有那個漲價感 所以你以頂級的來看 應該也比上一代貴了十幾萬 十五萬 貴蠻多的耶 對不對 你如果單用頂級來看的話 其實是貴的蠻多的 好啦 那它的引擎形式呢 這個在我們交車前就知道了嘛 跟之前都是一樣的 1.5T渦輪增壓 然後缸內直噴 CPT的變速箱 排氣量一樣是1498cc 最大馬力193 跟最大扭力24.8公斤米 那唯一的一個差別 就是它這一次的扭力呢 有比較提前的 我記得前一代的五代 好像是在2500轉的時候 才會發揮出最大的扭力 六代呢 它在1800轉的時候就提前了 交車之前呢 知道引擎的型號 變速箱的型號是一樣的 不過呢 仔細去查一下資料發現 其實引擎裡面內部呢 有稍微做修改 那變速箱也有做過強化關修改 還有包含它的變速箱的邏輯軟體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它才能夠把這個扭力 峰值提前到1800轉 好不好 好來看一下車子的外觀吧 我覺得 就是HRV放大嘛 所以它這次的車頭啊 我覺得跟11代的喜美很像 就是把它的引擎蓋做得很平 不過我覺得比例協調上 沒有那麼的奇怪 我上次有講過嘛 這個喜美11代是又直 車頭又長 然後又平 所以整個側面比例看起來很奇怪 如果從側面來看CRV 我覺得 車頭就稍微比較協調一點點 然後呢 這次是用了這個 非常細的這個頭燈 然後呢頭燈的上緣 有一個延伸到 水箱布罩上緣的這個鋼琴烤漆 滿有質感的 然後呢 眼角的地方還畫了一下眼線 有沒有現在女生最流行的話眼線 欸 刷一下 例如看來視頻嘛 眼尾要帶一點點有沒有 眼線有沒有 所以它這個眼鏡這邊呢 在眼尾就多了一點點的眼線 除了原本的雷達 那攝影鏡頭以外呢 它又多了一個那個叫什麼 雷射的偵測 據說是精緻度會比較好 它的防刮材質的部分 我覺得做的比較少 只有在前保感的下緣 面積我覺得佔的比例不大 然後側輪弧呢 的防刮材質其實也 在比例上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大 略微縮小了 那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美歸的黃角燈 在這邊出現 那據說這個應該是全世界都一樣 雖然好像說它是歐歸車吧 看一下側面喔 鋁圈 多爪式的 稍嫌普通 是235 60 18 視覺上的比例稍微小了一點點 所以這個回去 如果你想要好看的交費者 我覺得鋁圈可以再 再加大個1吋2吋 扁平比較 再稍微薄一點 我覺得整個側面上面的視覺感 我覺得會好看很多 好啊這次配的是普利斯通的輪胎 那以前這個CR-V用了很大量的電鍍 我記得我們在六代剛剛上市的時候 我們有拍過五代的嘛 但我覺得這一次的六代用的鍍鉻材質 就比較少了 只有在側邊的窗框的部分使用而已 很多的門把啊或者是後照鏡啊 後面那個保險桿都看不到這個鍍鉻的材質 那我記得我們之前有講過嘛 好像不到幾年 就要取消這個鍍鉻的 使用鍍鉻的那個 因為有毒嘛 那車底行李家 我記得頂級車款才有 金屬材質的 銀色的 上面有一個全景天窗 後面有一個鯊魚旗 它這次應該是有 鑰匙 免鑰匙開門 然後它的油箱蓋是用按壓的 好啦 這次有盲點了 不用選了啦 怎樣 所以可以嘛 可以做嘛 對嘛 做得到嘛 是不是 然後呢這次的隔音聽說也不錯 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 那一樣 它一樣不是一體的 這很多人在問 門板到底是不是一體的 有那麼重要嗎 其實很多事情 重要或不重要 很難講嘛 只是說 我覺得是工藝上面的不同 我們的感覺當然是一體成型的 沖壓感覺會比較好 不管是結構性完整性 或者是這個接風會不會生鏽 對不對 你依照以前的經驗 如果它漆再薄一點 一不小心又開始在那邊生鏽 不是 你看耶 它這次依然塗了很多黃油 它自己都會怕了 不是說我們硬尿嗎 對不對 它其實每個結構 每個機關都塗了很多黃油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 是不是一體的 還是用接的 很重要嗎 你說重要也OK 你說不重要也OK 因為多了一個接縫 就多了一個什麼 生鏽的機會 簡單講就是這樣啊 這次的隔音條 是一樣這邊的隔音條以外 下面 下護板的部分 它一樣也做了一個隔音條 然後再來一個是 我發現它的這個B柱 有沒有 接縫處 一樣也有做隔音條 還有一個 它在葉子板 前面葉子板的部分 有沒有 這個空間被黑色的一個橡膠 做一個填充 其實這個成本不是很高的東西 保麗龍也好 橡膠也好 只是說你要多一個工序 還是成本 雖然成本定還是成本 你要多一個工序 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呢 汽車不就這樣 把所有有縫的地方 你不一定要用很好的材料 你只要稍微做一些填充 其實就可以減少很多 因為風而造成的一些 口吸亞的聲音 或是風切聲 其實你說膠條是很貴的東西嗎 沒有啊 只是說你把這個塞起來 你門關起來以後 你能確保這個地方 不會口吸亞 不會產生太多的噪音 所以呢 這個隔音我蠻期待 等一下可以試看看 這次隔音呢 應該好不好 會有進步 真的這次鍍鉻用的蠻少 後面這邊的鍍鉻 只有在這個排氣管的飾板 我看一下裡面有沒有 它真的是雙粗喔 它排氣管雖然不是這樣 但它的小雞雞藏在飾板裡面 這個也不是鍍鉻啊 這是金屬材質 有沒有 它不是塑膠的 它不是塑膠的 它不是保桿上面的塑膠 這個是金屬材質 這個是金屬材質的喔 好那我覺得後燈設計的還不錯 後燈都是全LED的 我覺得這個有符合它五代 有延續那個五代的屁股的精神 但是多了這個 那這個又有一點像後期 那個叫做奧德賽 小改款之後的奧德賽的尾燈 已經有做一些角度的變化 光條的變化 那後面有一個短短的小尾翼 看起來是黑色的塑膠的材質 一樣有腳踢尾門吧 對嘛 就能做嘛對不對 不是不能做啊 然後它這次 這個我記得HRV也有 鎖門之後人離開 它就鎖起來了 按右邊這個鎖門之後 人離開它自己會上鎖 裡面應該 現在都沒有備胎了啦 哇很大耶 備胎拿掉把它變超大的 這不會滾來滾去喔 對啊嗎 欸這個有黏 這應該是補胎劑跟那個打氣機 欸 下雨本來就沒有連直嗎 選配 選配 對也是選配 這裡有洞嘛 嗯 對不對 拉過來以後卡這裡嘛 選配的 那空間這邊沒有可以打平的 所以要從後座 我看打平平整度怎麼樣 欸 不平 有沒有 噗嚨不平 這次的後座椅背是可以調整的 這樣 一段 兩段 三段 可以 欸可以滿躺的耶 椅子的側邊 有做這個前後滑椅 而且這一次的前後滑椅 是比起當初世代更長的 有 將近20公分 一樣的這個桿子 聽說有這個桿子會賣 可以賣比較便宜 但事實是什麼 我們不曉得 是不是真的有比較便宜 會不會那根拿掉燕齊賣的價錢還是差不多 未解之謎 都市傳說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座走 進來我就覺得很熟悉了嘛 就這個網子嘛 跟喜美是一模一樣的 好啊這我講過它的壞處了嘛 第一個裡面如果掉東西進去或有髒東西 會不會難清第一個 第二個 沒有地方可以掛手機支架 它椅子有迎賓模式喔 開門跟關門的時候 它自己就是會 退後跟向前 然後呢門板上面呢 有兩組的記憶電動椅 雙前座都是電動椅 但是呢 駕駛座有腰靠 副駕駛座沒有 副駕駛座有沒有記憶的功能 門板上面呢 假木頭跟鋼琴烤漆的四框 銀色的門把 門板上面呢 有印一個CRV的字樣 就比較稍微單調了一點 你看到A柱有BOSS 但是呢 它這個BOSS的元素 沒有用到側面跟後面 只烙印了一個CRV 既然都BOSS了 乾脆直接烙BOSS也不錯啊 BOSS的四排上去 質感就提升了 雙區恆溫空調系統 轉就是轉溫度有兩個 然後跟一個風量的大小 有一個無線的充電盤 它有附個開關 你如果不想充電的話 可以關掉 我覺得無線充電盤這邊 其實可以導一個冷氣的風出來 因為無線充電溫度真的蠻高的 看看以後有哪個車廠會做這件事情 在這邊挖一個小洞 冷氣可以稍微小小的吹一下就好 陡坡緩降的按鈕 跟停車的熄火的 還有一個電子的手煞車 跟一個BREAK HOLD 就是停車的自動煞車的系統 那它的排檔桿呢 就還蠻傳統的 這是最一般的 方向盤的出入我覺得還不錯 左邊呢就是音響 跟語音相關的控制 右邊呢就是定速跟車 車距等等的按鈕 然後有方向盤的換檔快播 螢幕的部分呢 聽說這個是通用的主機 就是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不是台灣自己在裝上去的東西 好不好 所以這個功能基本上介面呢 都跟我們當初十一代的喜美 是一樣的 然後主要是這個 中央的儀表螢幕裡面 全部都是英文介面 我記得喜美也是 那這邊CRV的傳統一樣有 除了這個放太陽眼鏡的地方 還可以讓你看後座 小朋友的狀況的鏡子 可是只有一段可以調 只有這樣而已 這樣我看不太到小朋友 椅子我覺得包覆性還不錯 我覺得這邊的包覆性還不錯 我記得我有講過十一代偏軟對不對 但是這個不會喔 這個蠻挺的喔 我覺得硬度比喜美還要來的硬一點 所以我現在一坐上來 我就覺得椅子的包覆性跟支撐性 我覺得是優於十一代的 好那再來呢 這個手套箱 手套箱它這邊削的蠻直的 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平面切削的蠻直的 好順便我們看手套箱的時候 可以看到它 副架子座也有吸部氣囊 好雙前座都有吸部氣囊 這個是十顆安全氣囊的 那我記得十一顆最多是喜美吧 喜美是目前市售的氣囊數最多的 十一個 它包含中間的這個 好那它十顆除了雙前座以外 還有後座的胸腔保護氣囊 好總共加起來有十顆 哇這個真的有點小 你看放一本這個 什麼都不能放 好 做的有點小 置物盒裡面呢 蠻大的 但是裡面就沒有任何的插頭 沒有任何的燈光 沒有任何的按鈕 只給你一個 夾層小夾層這樣而已 首先呢 這是我的坐姿 我們來看一下後座空間表現如何 來後面兩個Type C的充電孔 後座出風口呢 周圍也有用鋼琴烤漆 不錯 這剛剛我們調躺了 Chill 陽光這樣照下來有沒有 其實蠻硬的椅子 我不知道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跟前面一樣硬嗎 硬的 蠻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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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椅背調調起來一點好了 怎麼調 有沒有起來 好這樣 好 腿部空間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我已經算坐比較後面了 前面我還有一顆 如果一般人應該會少一點 應該會再大一點 不是少一點 好中央扶手我最喜歡看的 欸卡住了 好那這一次呢 他特地把他的前後痕移的 把手抓在這裡 就是後座的靠近門這一側 就可以調前後了 那一鍵傾倒 做到這邊一個拉桿 好一拉 就自動的傾倒 沒有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這個東西是這樣 每台車坐的地方都不一樣 有的坐這邊一個拉的 有的坐這邊一個拉的 有的坐椅背上面一個扣環 然後每個地方都坐的不太一樣 所以常常我們也會在找這個東西 好啦空間還不錯 上路吧走 EOS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HODER BEST IS WHAT SUITS YOU 安全 那個方向盤是四向調整 剛剛沒講 哇 靠北啊 起步沒什麼力耶 怎麼這樣 好啦不過速度起來以後就OK了 這個CRV 從上一代就有了 兩段式避震是不是 它利用裡面的油壓的那個密度 流動的速度來控制這個懸吊 有兩段喔 不管是你在低速行駛的時候 如果你需要 減震的時候 跟你的高速行駛過彎的時候的那個避震器的支撐 有物理上的變化 它不是電子的 以前 有一些比較高貴的車款都是用電子式的標準嘛 然後它這個是物理性的 就是我那時候在懷疑 喜美的時候 對對對有沒有的這件事情 所以 我蠻期待試一下這個 開起來的感覺跟五代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我剛剛最明顯的一個 跟五代最大的差異就是 一起步踩下去就知道 很生氣 五代的起步比較快 踩一下就可以衝了 這個起步稍微顯得溫紋如牙一點 對 就是起步的聲 我剛剛起步 有沒有 起步我踩下去呢 我必須把引擎的聲音拆起來 它才 才可以感覺速度會出來 對對對 這個跟五代最明顯的差異 一起步就知道了 隔音算不錯 但風切聲 其實還是蠻大的 可是因為天窗好大 好不好 觀眾你們 反正你們要買車 你們自己回去試 因為我們現在 可是天窗也只有一個連子而已 它不是這種 飾板 所以它應該沒有隔音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它風切聲應該算蠻大的 銀封面蠻大的 有沒有 其實大聲耶 我不要講話你們自己聽 我覺得應該收得到 有 肉眼清晰可見 不是 耳朵 耳朵清晰聽得到 底盤的隔音我覺得還不錯 柯P覺得輪噪聲偏大 但是我跟你講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上面的風切聲已經壓過輪噪聲了 我現在整個耳朵只聽到上面這個 咻咻咻咻咻咻 底盤倒還好 因為風切太大聲 所以我覺得底盤還好 好啦 OK啦 我是覺得這個風切聲大一點 不過有一點我覺得 應該是有做過調整 它的再加速的那個銜接性做得很好 不會有給你一種 遲鈍再衝的感覺 比較流暢一點 比起前一代它那個銜接性變得比較Smooth 比較流暢一點 好就是你的收油門 或是過彎以後的再加速 我覺得它的銜接性變好了 起步真的等一下再試一下 起步真的真的有點頓 其實我已經試過 從店裡面開出來跟剛剛出來 我就覺得起步真的滿沒力的 好然後現在風切聲大聲 底盤 試一下底盤 前面有一個彎 滿大的彎 誒自身性不錯 可是今天風比較大嗎 今天有風嗎 看起來沒有啊 奇怪 咻咻叫 窗戶都有關好嗎 全部都關好 不是我們要瞄喔 你看 我跟風沒關係 你看它隧道裡也是那麼大聲 嗯 對不對 它的上半部的隔音不是很理想 跟造聲還好啊 我也覺得 因為我覺得是不是被這個壓過了 因為這真的太大聲了 奇怪 為什麼這裡的風切聲永遠做不好 到底差在哪 現在你已經買不到 百萬內的CRV了 以前5.5代還買得到嘛 對不對 最陽春的還買得到 現在最陽春的都破百了 105.9 好啦 依照這個現在通貨膨脹的速度 也該是這個價錢 說實在 美國那個汽車罷工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們要求是什麼嗎 薪水漲5%吧 40% 喔40% 5% 40% 40%咧 還在罷工嗎 還在罷還在彈啊 還在喬啊 還在40% 我看到他這些車廠快掛了 你想想看 我們店裡面的 員工的薪水如果一個人都多40% 我差不多就要跑路了 呵呵呵 真的啦 我們店裡的二三十個員工 每個人都加40% 我店真的就收一收了 我不如店收一收 回公里 呵呵呵呵 跟我小寶一樣 我真的賣給我 就好啦 我認真講40%很可怕耶 對我來講啦 可能對他們來講我是不知道 但我覺得40%真的 全部的人這樣加起來 我覺得會很可怕 要嘛就是 漲40% 車全部漲價 如果車又漲價又沒人要買的時候 媽就跑路了 我在高速公路的感覺 底盤的行車質感蠻不錯的 在高速公路上面的一個穩健的程度啊 我覺得質感是好的 其實說質感這個池有沒有 沒有 不太能夠體會 因為它不是一個量化的東西嘛 對不對 這個質感這個字要 這個詞會要常用 人家說你長得蠻有質感的 呵呵呵 這樣聽起來是好還是不好 應該是偏好比較多吧 平面 道路 坑洞 其實 欸 那碎鎮處理得很好耶 你看喔 摳龍喔 你知道你過了坑洞 你知道有人孔蓋 你知道有伸縮縫 但是你人的身體是 平穩的 對不對 你沒有在跳喔 你的人是沒有在動的喔 有沒有 我相信收音收得到這些坑洞的聲音吧 有沒有 你都聽得到聲音 但我的身體是沒有 太多的起伏 對沒有起伏的喔 真的是沒有起伏的喔 有沒有 這如果是 就像 那個公雞一樣有沒有 你一直動它身體 它頭一直定在原地 有沒有 像那個三軸什麼 穩定器啊 穩定器啊 對就類似這種感覺 欸你下面一直在過坑洞 然後你上面一直 都沒有在動耶 除非你遇到一些高低起伏 那你當然你會有感覺 但是呢如果一些不是很大的 它都可以抑制的過去 所以這個車能想像得到 如果你今天是坐在後座的乘客 應該會覺得蠻舒服的 這個物理性的兩段式避震是真的還不錯 而且這樣聽起來又比電子式的避震 少了後續的維護的費用 你看之前我們那個SL55 那個氣壓避震壞了 你要花多少錢 你知道 很可怕 一根五萬 是維修嗎 換掉 維修的話就是 看壞哪裡修哪裡 維修也很貴啊 維修一根六千 四根也兩萬多 也是很可怕啊 我是覺得它這個世代的 不管HRV Fit 或者是喜美 包含現在的CRV 其實在引擎跟底盤的 門板的這些隔音啊 其實有進化 那它的玻璃聽說是加厚 但是不是雙層 然後前面的前檔是膠合玻璃 上山囉 好 慘叫了吧 我猜應該真的要叫 真的要叫 Oh shit 好喔 好啦 這應該不用多說吧 蠻辛苦的吧 然後一遇到爬坡 CVT感就很重了 就是那個聲音很大 速度沒有跟上的那個感覺 就有了 好測一下彎道 看後面東西一直在跑 我剛剛說那個牌子沒有固定 有沒有 在裡面滾 好啦 不過畢竟沒有人爬上爬那麼快啦 跑山才會這樣跑 你回家 你回家都是這樣開 你每天回家都在跑山 對 紅燈 煞車不錯 煞車不錯 蠻線性的 哇這起步感 真的大聲 超大聲的啊 起步引擎聲再加斜坡不行 不是 大聲是因為我踩深一點 因為我前幾次 我起步依照我原本開車的習慣 踩一點點它不太動 所以我這一次起步我就踩深一點 然後引擎聲就跑出來了 然後你就會覺得起步蠻大聲的 這個喔 我是一直在覺得輪胎可以加大 但是我覺得輪胎加大開起來 馬上 引擎更辛苦 我有浮方盤啊 一直在說我沒浮方盤 是我對它太溫柔了 用力一點 用力一點 你看你進來了嗎 靠腰 這椅子還不錯 我就說椅子報復器不錯啊 對啊 比喜美好對不對 好多了 對啊 我這樣開山路一趟下來 它的變速箱邏輯還不錯 就是說我有發現它的一個進退檔的邏輯 在山道上面呢 我覺得它把你銜接的蠻流暢的 其實不會有什麼 頓挫桿 前後的頓挫桿 幾乎它已經把引擎的一個 換檔的一個 銜接的頓挫桿完全都修補掉了 所以我覺得它的 這次果然如同它所講的 變速箱的邏輯上面 我覺得還不錯 但動力不足 是一定是沒有辦法的 1.5T配上 一千六百多公斤的一個車重 動力真的我覺得是有點不足 雖然193P再加上CPT動力的損失 我真的覺得動力不太夠 然後再來一個過彎的支撐的部分 我相信這個避震器我覺得做的是好的 底盤是好的 那我覺得有一點跟我以往開到的 其他的其他的車款 有一個相似之處就是 它的輪胎還是撐不起這個底盤的 所以說如果你是跟阿呆一樣 每天下班都在跑山的人 這個輪胎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把它加大 但是又遇到了一個問題 這個動力已經讓我覺得不足了 你去換這個輪框輪胎 可能更多是要為了視覺上的效果 你開起來我覺得不見得會更好開 坦白說我們剛剛這樣測試的山路的速度 也不是一般人會試啊 假設你是一個家庭用的需求 把它的定位本來就是一台 載著全家出遊的家庭房車 我覺得其實是夠用的 你的速度 我剛剛稍微快一點 只要測試一下它的極限 輪胎我是覺得在山路上面 速度稍微快一點的話 是真的不太夠 但避震器是可以的 我倒覺得避震器是不需要更換的 因為我很喜歡它這個避震器 它沒有過分的側傾 你要買的人一定會去想試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去試一下 尤其呢 你把Focus鎖在這個市區平面上的這些 彈跳坑洞處理 我只能跟你講是這隻的 真的是這隻 那我聽有一些朋友說 開起來像歐洲 歐洲車 但我坦白話講 我是沒這個感覺 我覺得是進化的日本車 你說歐洲車我覺得還不到那個level 歐洲車不管是雙B Focus奧迪Volvo 那樣子的一個休旅車開起來 不是這個感覺 那是大鐵塊的感覺 它這個還是有保有那個柔軟度 沒有那麼剛硬的感覺 它還是帶著一點柔軟 所以我是覺得開起來不是真的有那種歐洲車的感覺 我是沒感覺到 好啦 那加速不足 風切聲大 好啦結論啦 能不能買你們就自己去試試看好不好 這一次我們的新車開箱 跟大家分享CRV6代 未來我還在考慮有什麼車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 啊對 我們這個經過討論之後 今年我們可能會多一些企劃 可能是 我們應該也會試一下車評的車 測試車 如果當然有一些觀眾朋友呢 想要聽小吃對於每一台車的感覺 那我們也不會完完全全的都用買入的車子了 那以後呢往後呢我們還是會透過一些關係 然後如果有一些不同的新車 有一些我買不下去 例如標誌嘛對不對 408 有機會如果可以試個歐寶 我也想試看看 但我不想買 那個我買回來會很慘啊 啊比如說那個電鋁也是啊 我真的買不下去啊 260幾萬 還是240幾萬 不管是200幾 你看我們每一次買新車回來 就是100萬上下這樣 我們的預算真的就這樣而已 然後一台換一台 一台換一台 一台換一台 然後那個流量跟那個賠掉的錢 真的不划算 坦白說啦好不好 時機也沒有很好 請這個 反正你有興趣看你就看嘛 那沒關係 我只是要跟大家報告 以後我們會去 可能會不是每一台車 我們都會去測試自己買 這樣子 然後這台車呢 也有別於以往 這台車我們在買的時候 我們已經找到 要買這台新車的朋友 所以呢不要問我這台車 這台車呢我們已經當初講好 我們測試完就給朋友了 已經有人在我買之前 就祝文賀 所以我們當初就直接 就買我朋友的名字 好不好 這也跟大家講 好啦那這個車子呢 有興趣的你們自己去 這個新車公司看一下吧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留言分享看起來 然後下次見 掰掰 謝謝 我現在學會一個最新的那個 形容詞的使用方法 就是要怎麼樣形容 比如說你今天下班很累啊 然後在家裡就睡得很 怎麼樣形容你睡得很熟 睡死了 不是 睡 我累得像 挑狗 A片裡面熟睡的丈夫一樣 你不覺得那個丈夫很累嗎 睡得很熟 怎樣旁邊什麼動靜還會不會起來嗎 如何形容一個人冷漠 我冷漠的像A片裡電車的乘客一樣 哈哈哈哈哈哈